大家好 我想利用这个时段 跟大家go through 用computer在desktop上 如何进入我的patreon的频道 因为日常 由早到晚 可能你拿着手机 看过哪个时段 用手机上我的patreon的频道 就很容易得到我最新的节目 但如果你想回顾 或者看下其他类别的节目的时候 用computer 只要你有空坐下来 用computer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会看到更加宏观 更加容易的操控 这个手机和电脑是互保不足的 好了 现在我进了chrome 或者适当的一个browser OK 我就打这个 3W 然后就 你看到这里 我先打了 不再打了 3Wpatreon.com slash jackyoutcanada jackyoutcanada 一个字 是吧 我按enter 进入了我的主页 OK 进入了我的主页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现在进入的话 就是用一个客户的身份 jackyoutcanada 是作为creator 就是台主的账户 但是我有一个是jackyout vancouver 就是作为我自己的客户 因为我必须有个这样的账户 去看下其他人 怎样看我的平台 是吧 如果有人说有些complay 或者说不行啊 我都要知道是怎样做 是不是 所以变成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用我的客户的身份 看回我台主的主页 好了 你看到这些 那些是lock住的 因为我未曾注册进去 他不知道我已经注册了 这些是lock住的 那这些是开放的 为什么我刻意开放 因为大家讲很多时候 那你马上可以看到 好了 那你看回这个右上角 这里就有个create patreon 要注意有个e字的话呢 patreon 那就是说 你准备做creator 你准备有你自己的那个平台 你就卡在这里 如果你找另外一个creator呢 不单止是我呢 那你可以打入那个人的名字 或者是那个人的那个link 那你可以进去 OK 好了 那你就我们这里呢 如果仍然是在我那个频道里头呢 那你就lock in lock in的时候 那个email呢 就打回我刚才说 我作为客户的那个email 那我这个是 jack.yao.vancouver ok 然后就add gmail.com ok 我这样 好了 password 那我就lock in lock in了呢 那这次进入就不同身份了 因为我作为我的客户的身份进去 ok 那你就看到这些分类了 那这些分类的时候呢 总共有19个分类 ok 这里有电脑的教程 电脑的结构 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知道我总共有19个分类 每个分类你进去的时候 譬如电脑的隧障和复原 你进去之后呢 那这里就所有 这三个就是电脑的隧障 那你就可以归类去看 ok 那我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呢 就继续讲这些membership的问题 ok 我们继续讲 刚才讲过呢 就说这里有 他随着你我上传的 那个先后啊 和多少啊 那这些是分类 那如果你继续看 其他的话呢 这里有八卦神运家居点滴散播谣言 片言赤鱼学英文 妖语 网听小说 灾花养草 东康月韵 UBC的知识 和应用古语俗话 ok 不读了 总之这些 这些都是我的分类 那里头有几多段片呢 就是一个括买上的数字 那你要走八卦神运 那你就按八卦神运 那下面的数字出来呢 就这些是每次八卦神运的 那这里你可以加一些评论下去 或者给个line我 然后这里可以重听 读而此类 顺便提一提呢 不要论识你的line 你听完之后 在这里点了点好不好 你点了点的时候 这个心呢 就踏实了 刚才就是 那个心是空的 是不是 那我就会看着有几个人 这个like 我就决定这类节目的取写 我相信八卦神运 都是很有趣味的节目 或者你都会 不介意作为一种 消闲的娱乐 但是似乎没有人怎么抓的 如果没有人怎么抓的话 因为做这个节目 其实我都花了很多心思的 如果没有人抓的话 我以后就取消 我就不做了 是不是 所以变成就不要论识 我相信有时候真的 就是九成的人都很沦顺的 按这个like OK 不是益了我的 是吧 你反正都付了费用 你按不按like 都没用的了 因为他这个没有广告的 Patreon 我纯粹的成本 就是你那五元 是吧 好了 那这里就发了一些message 出来给我 或者给大家 评论一下 说得这么差 OK 没所谓 是吧 所以这里就是这样 还有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些就是说 你的media type 那些就没什么大关系的了 就是你只是看image 的 只是看video 或者audio 更加分类的意思 那以后 这个也是post 你可不可以下面有一格 如果你按个membership 就是你的membership 你的membership 你的membership的控制 有些什么的东西 要做 那这里是回到我 开始的introduction 那段片 是吧 好了 除了这两个之外 那你就可以share 给别人 但是share给别人 如果那个不是我的会员 就没用的 OK 仍然是 有些block了 所以你share 给另外一个会员 那就没问题 好了 那在上面 右边的上角 这个J字 其实就是我的initial 是吧 那这里呢 就可以post from my creator 我的profile 这些都是 站在这边的立场上去看 所以其实这个电脑 这个很简单 只不过画面闊了 OK 那就容易去 看到全局的东西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种情况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多余了 只不过在这里顺便提一提 好吗 Thank you OK 我们再来 在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讲讲上面这个 这个J呢 我讲的 这个J就是Jack 那谁是Jack 就是我作为客户 我现在的身份 是Jack Yale Vancouver 是谁呢 是Jack Yale Canada的贊助 这个会员 是不是 那这里呢 就是管理一下Jack Yale Vancouver 自己 就是等于你了 是吧 那为什么 看我 Jack Yale Canada 作为creator的post 呢 就按这里 那我有些什么信息 告诉你 怎样啊 诸如此类啊 就在这里 那然后下来 卖profile 那个卖是谁呢 就是你了 就是客户 那以后呢 我跟了哪个creator 你可以跟几个 你不只是跟我的 你还可以跟张三理四 你又跟很多个creator 你是很多个creator的 是吧 如果你有很多 就排列在这里 这次我跟 这个 这个 又跟那个 诸如此类 那这边呢 就不要管 这边是你 如果你都想做台主 那你就get start 去go through 你又做另外一个creator 是吧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作为客户 就是作为那个赞助会员的profile 是吧 那你会看到你是用什么 knock in 你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用这个 Facebook knock in 用Google 因为你现在呢 那些人都统筹了 一个email account 是你做的了 OK 那你改password OK 原来你的profile 有没有一个image 不要那个J 加你的靓靓照上去 加上浴照上去 那如果你的名字 profile 你不要这个名字 也可以 你的email 是什么 你是country 是谁 那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都可以在这里 改 或者在这里 edit 是吧 那你起码有个宏观的东西 那然后呢 这些就没什么大关系的了 那这些是email notification 那你有空可以浏览一下 那这个J 再来这个J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 Explore Creator 那你就看一下有多少 Creator 那这些是他 介绍给你的 还有些人 你可以做他的佣带的 这样 那然后呢 再来再看 Manage你的Membership 是吧 你的Membership 你赞助了我 OK 现在大多数人 赞助了5元 那如果 现在你说 我想edit 那有什么edit呢 那你可以甚至是 呃 怎样说呢 我说你大发慈悲 立刻叫得好啊 你把数码改大它 你改到多大的啊 哈哈 所以变成了呢 你可以改每月的你的工款 当然啦 最少就是5元 那其中有两三个 会员呢 都打赏多几元给我的 非常感谢他们 那 好了 那这里呢 就是你可以edit payment 新的payment的方式 我不用这个credit card number 我update 都可以在这里控制的 OK 那你可以控制这个 再来到这里 那然后呢 你的profile的 啊 这个 setting 是吧 这些也是 刚才做过了 这里 OK 再来 有些什么问题 问他 OK 问Center 那你可以lock out 你可以不lock out 其实现在 你lock out 不一定每一次开的时候 都要lock out 的 那你下一次进入的时候 又不用lock in 那么烦了 就是那个lock out 不是随着你 这个其实是一个computer的概念 lock out 不等于 turn off 你的computer 你的computer turn off 了你的account 都是不用lock in 的 这点日后又要解释一下 OK 好不好 好啊 那你就可以知道大概的控制是如何 OK Thank you